今天終於可以適合 那我覺得 1011是堅持願意做這件事情是因為 不希望讓台灣的年輕人 放棄了一個可以成為 追尋夢想的其他人 那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標準都是一致 就是你一定要有 轉眼然後你要喜歡這個 然後你要能夠堅持 那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的標準 其實像今天大家可能看到的 原子少年裡面啊 李嘉誠啊都是 他們都是從追尋之行 或者是今天你看到他們會有個專業模式 他們也會從追尋之行 那追尋到今年已經十一年 會這麼堅持這麼做就是因為 希望給我的新人一個 正確的管道 然後能夠好好的摸 然後不要被拼 那我覺得參與冰賽 專業來探端是不是這個 然後最重要的是 一臨不會給他們50堂 其實像他們來進入競賽 我們沒有給他們50堂免費的工程 他們就不會有任何 就說像外面就會聽到說 我去哪裡 然後還變了 那都是免費客廠 然後買上 那我想聽一下就是一臨經典比較特別 就是一臨跟灰缸工作 我們要做第一個 在虛擬世界推出的這個 虛擬世界推出的 那這也是 接下來在未來 想要做一個 虛擬世界推出的這個 第一步 所以我們的第一步先會就是 在實際上有一種原來 在虛擬世界上 也會有一種原來 在虛擬世界上也會有一種原來 今天最後選出來的六個 接下來就直接要發他們的FP 然後實體上面 就要主動 但是 然後 之後我們就慢慢會開死 虛擬的愛理在實際上 我們總是透過這個 的經典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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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